各位同學大家好 第一段關於R-Dene Titration 的影片 就是關乎一個白酒 白酒入面含有Sulfur Dioxide 的添加劑 這個添加劑的目的就是 令到裡面的酒精不會變酸 所以Sulfur Dioxide 會加很少量 令到入侵的Oxygen 被Oxidize 了 就不會再Oxidize 了 家用的白酒在廚房一定有 就是米酒 又或者貴價的酒 沒有什麼顏色的那些都是白酒 好,在這個實驗裡面 就是用了一瓶白酒 影片裡面沒有說到酒的含量 各方面有多少 不過我們就假設 所有的餐酒 或者什麼酒都好 其實都是差不多的 那我就找過Hong Kong TV Mall 就發現 約莫一瓶 比較廉價的酒 都是一百元左右 一般是七百個Cm Cube OK 那這些數據之下 可能有趣一點點 在這個實驗裡面 就會抽二十五的酒精 二十五的酒 因為它本身的含量 Sulfur Diox含量不高 所以它就沒有做任何Dilution 呢 直接放在莫配 complement 那間 那裡 25的這樣 然後呢 那裏就會做了兩樣東西 那第一樣東西就是加15個Cm³ 0.1m的酸酸酸酸酸 OK 然後就將它整套的 mixture 就放10分鐘 然後就再加 10分鐘後就再加20個Cm³ 0.1 這次是20Cm³ 是已經標準了,就是0.002M 就放在Titration上 原則是24.40cm³ 而最終是34.75cm³ 這次是直接找STARG做指示 直接一開始就加STARG 有幾個疑問 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不直接做Titration 要這裡做了少許處理的功夫 先加酸酸酸酸 為甚麼 加完它,再加酸酸 為甚麼呢 第二個最主要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這次是馬上加STARG 而不是去到某個中間的情況才加呢 那其實 因為Sulfur Dioxide本身是一種Gas 那你融入了酒精,它本身都會是Volatile OK,它本身都是Volatile 那如果是Volatile的話呢 那我們需要找Sulfur Dioxide 令到它變成了一個 Sulfur Dioxide 那第二個步驟就是 我們希望可以把它變成Sulfur Dioxide 那第二個步驟 為甚麼我們會把Sulfur Dioxide 再加回Sulfur Dioxide 為甚麼會加酸呢 其實呢 這個牽涉到 是Volatile的一個限制 那因為呢 如果你加了Alkaline的話呢 在Alkaline Medium底下呢 Volatile它跟Sulfur Dioxide 就會有其他的reaction 會產生一些Sulfur Dioxide 就不可以在Alkaline Medium上 是運作良好的 那所以呢 在這個Case裡面呢 我們要加上Sulfur Dioxide 令到那個Medium 起碼變回到Neutral 或者呢 是變回到少少少Axedic 那Aldine的運作才會是良好的 OK 那為甚麼又會是 開始加Sulfur Dioxide 那你留意一下 因為呢 這次的Tidration是 Alkaline變成R大 OK 那Alkaline變成R大的話呢 你的Starch 是不影響 Alkaline Alkaline 一加下去呢 就理論上 會跟Sulfur Dioxide 已經 會發生一個redox reaction 就不會有Alkaline 可以跟Starch 是形成到 有一些complex的 OK 那它立刻 握Sulfur Dioxide 就不是握Starch 那所以呢 我們可以一開始 就加Starch OK 那最主要 這兩個大的疑問 那 留意一下Medium 還有呢 留意一下 那個Starch的先後次序 那這個 是比較少見一點的 好了 那在這個reaction裡面 Sulfur Dioxide 就會跟水 就 就 成為一個 Sulfate 這個是第一個 Ionic Half Equation 第二個 Ionic Half Equation 就是 R-Din R-Di Sulfur Dioxide 那你把兩個 混合在一起的話 就會是這樣 那可能有同學就問 R-Sulfur Dioxide 不是變成Sulfite 的嗎 那 沒有所謂的 其實因為 Sulfur Dioxide 的Aqueous 它是一個Ecolibium 而這個Ecolibium 是包括了 Sulfite 和 Hydroginine 那所以呢 那個重點呢 就是 他們的 Redox 的 reaction 都是1 比1 OK 重點是這裡 1比1 那你可以呢 總括地 叫這個 Sulfur Dioxide Solution 亦都可以呢 叫它做 Sulfite Ion 那 那它們是 一樣的 意思是 OK 好了 那之後呢 我們嘗試了 計算呢 就是 R-Din的Mod數 那 R-Din的Mod數呢 應該是 由 它的Modality 成回 它們用了的體積 三十四七五 二四四零 那 2.07 乘十的 負五次的 好 那接著呢 就計一計呢 Sulfur Dioxide 在25個Cm3的含量 那應該呢 它們的比例是1比1 所以是 就是這樣 的 好了 算完這兩個之後呢 其實呢 究竟什麼叫做 Sulfur Dioxide content 那 有兩個 想法 第一個想法呢 就是你可以 是 計 Sulfur Dioxide 的 concentration 直接計 concentration 那 如果計 concentration的話呢 那我只需要 找個 25個Cm3的 mole 數 over 回 25個Cm3 體積 OK 應該是 8.28 乘10 的 負四次 那麼多的 mole per dm cube OK 那這個已經可以是 Sulfur Dioxide 的 content 那又或者呢 很多時候它都想計 一下呢 就是個 Mask Sulfur Dioxide 的Mask OK 那麼 假設那瓶酒呢 的 體積呢 假設那瓶酒的體積呢 是700個Cm3 那麼 我們可以 找回呢 就是那個 Mask 的比例 OK 就乘回呢 那個比例 那麼 700 成 over 25 那 然後呢 成回 Sulfur Dioxide 的Mask 就是32 加16 乘2 OK 那麼 計算出來呢 那個數 應該是 0.037 1 個Gram OK 那又或者 如果你想把它 轉回做 Minigram呢 那 那 這個數呢 就會是 3 0.37 那 或者轉做 Minigram呢 那就是 37.1 個 Minigram 的 OK 那麼 這個是一個 最直接的 一個 Direct Titration 那麼 希望大家都可以 了解到 如何去做一些計算 拜拜